出门散步最怕狗狗随定变尿 主人如果视而不见 下个路人就是受害者 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 政府出新招 不负责的狗主人逃也逃不掉 抽血验DNA输入资料库 之后只要发现路边排泄物 稽查员采样比对DNA 就能揪出凶手 狗主人必须面对 约台币七千七百元罚款 另外只要小狗被稽查出 没有事先注册DNA 主人也得付出相同代价 从明年一月起正式开罰 不为图谋利益 市长更把DNA资料库发扬光大 不再让有心人士逍遥法外 目前西班牙共18个城市 采行DNA资料库 未来将扩大到全国 保障小狗安全和用路人权益 大爱新闻留言好